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基本法》第23條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看見生效 保安局表示 自23條公眾諮詢展開以來 收到許多市民具建設性的意見 但也有一些人故意曲解諮詢文件內容 又或是發表一些完全和事實不符的謠言 而避免市民受到誤導 各方言證反駁 以正視聽 當中有謠傳指 已經有《香港國安法》 根本無需透過《基本法》第23條立法 來賦予額外權力 保安局反駁指 有關的言論無視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 《基本法》第23條規定 應與立法禁止的七類行為當中 《香港國安法》 只對分裂國家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作了規定 而現行的本地法律 例如刑事罪行條例 《官方機密條例》和《社團條例》 《國家安全風險》其實每天都存在 一些敵對的勢力仍然虎視眈眈 所以我們必須完成第23條立法 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 更好地應對持續出現的國家安全風險和威脅 而每個國家也會不時地審視社會和國際形勢的發展 規定新法律或修訂法律 有效應對新的國安風險 國烏衝突已進入第三個年頭 仍然不見色火的跡象 今年以來通過談判 來解決衝突的呼聲亦日益高漲 根據俄新社4號的報導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告訴記者 中國提出的解決烏克蘭問題的倡議 是至今為止最明確、最合理的方案 詳情如何? 巴士的部評論員Anthony跟我們說說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說 中國組在去年就提出了最明確的計劃 12點立場文件 我們的中國朋友說 首先希望各方就這些原則達成一致 拉夫羅夫說 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提出的和平計劃不同 中國的和平方案的內容是相互關聯 互為制約的 在拉夫羅夫看來 扎連斯基的和平方案就是一份菜單 你可以從中選擇你想要的 此前 烏克蘭外交部長 在接受印度媒體採訪的時候 曾經以賽丹一詞來形容烏克蘭總統的和平方案 他解釋說 這樣是為了方便任何國家可以選擇 願意推進的具體項目 基庫郵報對此評論說 這樣是烏克蘭吸引全球南方國家的正確做法 據報導 拉夫羅夫表示 對俄羅斯來說 最重要的是中國的和平方案 是基於對目前局勢原因 以及消除這些根本原因 必要性的分析 扣建得符合邏輯 儘管有些人認為這個方案不夠具體 但這是偉大的中華文明提出公討論的合理方案 自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以來 中方始終是秉持客觀公正的立場 為止戰凝聚共識 為和談鋪路搭橋 去年2月底 中方發佈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 提出了尊重各國主權 摒棄冷戰思維 停火、止戰、啟動和談等12點的重要原則 今年3月2日至12日 中國政府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 還訪問了俄羅斯、歐盟總部、波蘭、烏克蘭、德國和法國 就推動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 開展第二輪的穿梭外交 據路透社3月26日的報導 瑞士方面表示 計劃在未來幾個月 舉辦一場烏克蘭和平問題高級別的國際會議 然而俄羅斯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代表 加貴洛夫表示 莫斯科雖然不反對為結束衝突談判 但是不會參加在瑞士舉行的談判 加貴洛夫解釋說 瑞士已經是因為在俄烏衝突之中的立場而放棄了中立 對此 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在3日說 俄方願意就烏克蘭問題進行對話 伊斯坦布爾和平倡議可以作為對話的基礎 但是他強調 在瑞士召開沒有俄羅斯參與的會議是毫無意義的 當被問及中方是否會參與俄羅斯缺席的烏克蘭和平會議的時候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表示 在烏克蘭的問題上 中方始終秉持客觀公正的立場 堅持勸和速談 中方支持適時召開 俄烏雙方都認可 各方平等參與 對所有和平方案公正討論的國際和會 謝謝Anthony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公佈再拘捕三人 涉及莫斯科近郊克洛夫斯城音樂廳恐怖襲擊 通報當中指出 三名涉案者分別在莫斯科、葉卡哲林堡和厄穆斯克被拘捕 其中一人是俄羅斯公民 另外兩個人是來自中亞地區的外國公民 調查發現其中兩個人曾轉移資金 用於購買實施恐襲的槍械和交通工具 而另一個人曾直接參與招募恐襲的參與者 並向對方提供資金 恐襲發生在上月22日晚上造成144人死亡 而截至本月1日 莫斯科巴斯曼區法院已先後批准 對涉嫌參與恐襲的10人 驚訝受審 當中包括直接實施恐襲的4名疑犯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將審議禁止向以色列輸送武器的決議草案 草案內容包括 貼責以色列在加沙地大居住區域 使用具有大面積影響的爆炸性武器 要求以色列履行防止種族滅絕的法律責任 同時呼籲各國停止向以色列出售或轉讓武器 彈藥或其他軍事裝備 理由是加沙可能會發生種族滅絕 草案是由巴基斯坦代表 伊斯蘭合作組織當中的55個成員國提出 波利維亞、古巴和巴勒斯坦駐日內瓦代表團 也有提方案 如果草案獲得通過 意味聯合國最高人權機構 首次對以巴新一輪的衝突表明立場 拜登強調不可接受襲擊人道主義工作者的行為 也不接受加沙整體人道主義局勢 美國總統拜登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回通電話 根據白宮公布的通話記錄 兩國領導人討論了加沙地帶局勢 拜登強調不可接受襲擊人道主義工作者的行為 也不接受加沙整體人道主義局勢 拜登表明以色列需要頒佈並實施一系列的具體 實在和可衡量的步驟 應對平民遭受的傷害和人道主義苦難 以及援載人員的安全問題 通話記錄又指出 拜登說美國的加沙政策 是取決於美方評估以色列 是否立即就這些步驟採取行動 強調立即停火對於緩和並且改善人道主義局勢 以至保護無辜平民都是至關重要 而這次是以色列日前在加沙發動空襲 導致慈善組織、世界中央廚房 7名援載人員喪生以來 拜登和內塔利亞湖首次對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 4日在廣西和越南外長裴青山舉行會談 他強調要警惕在地區搞陣型對抗 拼湊各種小圈子破壞地區和平穩定大局 王毅說雙方要攜手推進各領域的合作 加強高層戰略溝通、加快發展戰略對折 持續擴大經貿投資、數字經濟、綠色發展、 新能源等方面的合作 共同捍衛國際公平正義實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繼續在事關彼此重大利益問題上相互支持 妥善地管控分歧 加快推進海上合作和南海行為準則初商 以合作共贏化解矛盾分歧 而裴青山說 越方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 堅定支持中方在台灣、涉疆、涉藏等問題上的立場 反對利用人權、民主去到干涉別國的內政 越方願意與中方妥善管控分歧 積極推進海上合作和南海行為準則初商 維護南海和平穩定 索馬里政府下令遣返埃塞俄比亞駐索大使 並且關閉埃塞俄比亞在索馬里北部地區的兩家領事館 索馬里政府在聲明中指出 鑑於埃塞俄比亞侵犯索馬里領土主權 索馬里下令邦特蘭州和索馬里蘭州的 埃塞俄比亞領事館關閉 要求本內所有外交官離境 並且將對任何不遵守 限期離境命令的外交官採取進一步行動 本港新聞 香港國際七人籃球賽在5日開落 一連三天在大球場舉行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表示 政府大力發展盛事經濟 爭取不同的大型體育活動落湖香港 加上啟德體育園可望在年底啟用 期望政府可以把握好發展運動旅遊的機遇 不只是盛事 而是發展體育旅遊產業 民建聯的鄭惟信就認為 運動旅遊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和空間 今屆的七攬吸引了大批海外觀眾 反映很多遊客也願意專程飛來香港去看賽事 他表示政策上有優化的空間 將推廣運動旅遊視為政府政策 期望相關專責委員會可以發揮更大的效用 當局也可以推出更多運動旅遊的聯乘項項目 旅法局也可以加強支援 聯繫不同的體育總會和經營商 增加商業配對等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霍啟剛就認為 體育旅遊需要產業化 思路和體制上需要改變 他建議主動出擊 聯通灣區進一步去推動體育旅遊產業 因為本港場地有限 市場的空間未必夠大 聯通大灣區不僅可以舉辦比賽 而是便利運動員出入 賽事轉播權和贊助商安排等 每日焦點新聞 說到此